全面书了一些葬姜传统白蟹鸡的做法 有朋友留言说我放了黄芝芝 煮出来的鸡皮才这么滑 还有朋友说我这个做法不传统 今天就一一跟大家讲解一下 在葬姜很多家庭的煮法 都是什么调味料都不放的 我上回书都是家庭传统的做法 今天就来分享商用版的白蟹鸡做法 这样做是来皮爽肉滑 肉质鲜浪 炎至炎味的 我今天买的是零三鸡 十七块一斤 这只鸡有三斤多了 其实做白蟹鸡选鸡很重要 只要你选的这只鸡够亮 怎么做都好吃 大家买鸡的时候 要选鸡皮上的点点 要高要大的最终 最终鸡一般养的时间会长一点 现在我们把鸡撕离一下 把没有撕离干净的鸡毛拔掉 然后再把鸡爪的指甲剪掉 我上回做的白蟹鸡是用三环鸡做的 而且也没放什么调味料 煮出来的鸡皮就是金黄的 鸡爪剪好后再把它放回肚子中 然后把鸡多心洗两遍 把鸡心洗干净 洗净后放着备用 一般商用版的白蟹鸡 都有细心的调味料 把山姜卸上片 还有几条小松 然后先不把它打成松结 放着备用 先先给它烧一锅水 放入水用盐调一下底味 大火煮开后把盖子打开 然后转回小火 大家要记住这一步哦 一定要转小火 如果火太大的话 把鸡放下去鸡皮会破掉了 少提着鸡头 把鸡泡到水里 让药水全部挂满鸡箱内 再把鸡提起来 把鸡箱内的药水清空 然后同样的步骤给它上洗上落 这一步的目的是 让鸡的里外受药精盈 刚才准备的松和姜 本来是放在水中 大火煮开后 再把鸡放入锅中烫的 为了证明一下 我什么调味料都没放 烫出来的鸡皮也是金黄的 想要鸡干碎爽的话 提前给它准备一旁冰开水 鸡山洗上落后 再把它拿出来 快速给它冷卸 过一下冰水 口感非常的爽烤 现在把松和姜放入锅中 再把过完冰水的鸡 重新放回锅中 给它提两下 里外都稍微均匀后 再把长竹鸡放下去 然后干净鸡的大小来煮 我今天买的鸡是三斤多 开小火给它煮二十分钟 不用盖盖子 让它保熟着这种悲肺糖的状态 中途要给它翻一下面哦 上回有朋友问我说 这个煮鸡的汤还要不要 这个煮鸡的汤 我们一般用来包饭 或者是买点心菜放进去 今天我就买了一点小白菜回来 先给它浸泡一下 等鸡煮好后再把它放进汤里 我今天准备了两种粘料 第一种粘料是最不可切少的沙姜和大蒜 然后把大蒜和沙姜全部把它拍碎 全部拍碎后把它倒上末 全部倒好后把它装进碗中备用 第二种粘料是姜柔 这个姜柔是只三角的朋友比较喜欢 用刀面把姜柚拍出来 姜柚拍出来后再把水挤干 然后再来切点松柏 松柏切出来后和姜柚一起把它剁熟 全部剁碎后把它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少许的香菜 把香菜的桃布细掉后再把它切上小段 切好后装入盘针备用 鸡已经小火煮20分钟了 大家有个不知道鸡熟不熟 可以在鸡腿这里用筷子酸过去 如果没有红蟹水流出来 这个鸡就熟了 然后把鸡夹出来 快速把它放进冰水中冷却 新菜也已经泡好了 把它清洗干净 小白菜清洗干净后把它放进汤中 大盒煮开后放点水用盐 调一下底味就可以关火了 再往姜柚的碗里倒入盐浸鸡饭 再往两种粘料里剥入肉盐 再把它搅拌均匀 大蒜和沙姜碗中倒入鸡烧 然后把香菜也倒进来 两种烤味的粘料 大家可以干净过你的口感去调 鸡也放凉了 把鸡对半切开 然后再把鸡砍成小块 砍成小块后把它摆入盘中 这道皮爽又滑古香的白鲜鸡就做好了 夹一块随意沾上一种粘料 看得我烤水的流啦 真的是太好吃了 如果喜欢的朋友也赶紧试试试吧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帮忙点赞 关注 留言 转发 和一起学校 谢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